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2日广告拍摄积极拓展工作新版图 4月的工作安排一出 我心甚是激动 我们的任嘉伦声索剧组 已久的任嘉伦就要出横店了 估计任嘉伦自己也甚是开心 他在意思上发出快乐的呼喊 终于4月了 希望一切美好变得开心 任嘉伦微博啥的他不香吗 为什么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 看到任嘉伦的新衣服 我忍不住遐想 这套衣服甚是新鲜陌生 这是干什么用的 他是不是又要有新的活动 他是不是又在给我们制造惊喜 任嘉伦终于可以从高墙大院里 出来透透气了 终于可以换换工作思路 换换工作环境 顺便换换衣服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终于可以看见他了 我忍不住想要流泪 我想大声呼喊 任嘉伦要进城了 我们有多久没有看见他欢蹦乱跳 新鲜可爱的任嘉伦了 我感觉好几年了 我觉得预交季拍了一个世纪了 我觉得我都记不起任嘉伦的清晰面容了 这个4月我们还有任嘉伦的专辑可以期待 这是一张十年磨一剑的专辑 这是一张寄托了任嘉伦梦想的专辑 这是一张当代青年踏实肯干的专辑 这个4月我们也许还会有新剧可以安排上 我们的4月就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4月呀 无论是任嘉伦还是家人 大家都是干劲十足勇往直前 期待任嘉伦的新综艺节目 期待他在不同节目里展现自己的智慧 任嘉伦同学肯定会认真琢磨 积累演艺素材 为创造新角色 暗暗蓄力 期待任嘉伦的品牌大秀 我想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形象的任嘉伦闪亮登场 她的状态必然是最好的 她的眼睛必然是最亮的 她的笑容必然是最迷人的 她就是当场最璀璨的明星 期待任嘉伦的生日 32岁对于一个男演员来说 正是蒸蒸日上的好时机 有精力 有经验 有能力 一切都是刚刚好 同时我们也期待任嘉伦的专辑 期待任嘉伦的新剧赶快安排上 2020年 一头黄毛短发的任嘉伦接受采访时 笑嘻嘻地说 我真的很不内敛 我是一个非常好相熟的人 彼此 锦衣之下大火 冷酷无情 惜字如今的锦衣卫 陆毅 陆大人 正迷人万千 让人欲罢不能 高冷陆大人的扮演者 却顶着一张头颜 一头黄毛 穿着简单的牛仔外套 在镜头前 极其为接地气地说笑着 这个场面给了我极大的撕裂感 这个演员莫不是假的 怎么完全没有陆毅的一丝丝影子 经历了一年的追悄之旅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任嘉伦说的是真的 他确实很不内敛 他很话牢 是绝对的聊天好手 与他相处 必然会让人如沐春风 他的谈话总是那样真诚 带着一丝丝的幽默 甚至有些狡猾 听他说话 欢乐多多 他和老朋友的相处自在轻松 他和新朋友的相处 不争不强 分寸刚刚好 他的情商很高 反应很快 很难不令人喜欢 有时候 我很喜欢看任嘉伦 与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 与调皮 那不是电视剧作品里高高在上的角色 那是一个在朋友面前撒娇耍赖的小哥哥 他的不自觉中带出来的小动作 小表情 还有滴溜溜转的小眼神 简直太好玩了 这个时候的任嘉伦可以称为撒娇精 可可爱爱自然而然就做出了 既然一点违和感也没有 他真的很喜欢交朋友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毕竟谁不喜欢和真诚的人交往呢 即使是在人情往来更为现实的娱乐圈 热情又有分寸感实在是让人很受欢迎的 爱唠嗑的任嘉伦真的是太可爱了 太有趣了 也太真实了 任嘉伦 你确实很不内敛 你很外访 难怪你那么喜欢林静 我想知道 那个林家小哥李希成 是不是也有你的影子呢